音樂 接著我們來到下一個點 大概已經完成綠島一半的環島公路 那在綠島駐摩托車要小心一點就是 觀光客來其實都會帶安全帽 可是當地人都不太帶 而且當地人騎的速度還蠻快 他們都是汽油引擎的車子 所以騎摩托車要小心一點 那在我後面呢 有兩個造型很特異的石頭 左邊這個就是哈巴狗 可以看到它有眼睛 甚至有一個很大的耳朵趴在那邊 那在右邊呢看起來很像是一個人 躺在一個沙灘上 那就是睡眉人 這兩塊石頭也是當地非常著名的景點 那我們環島的行程接近尾聲 下面還有一站是朝日溫泉 聽說是世界三大海底溫泉 不過我查了一下危機百科好像不是這樣子 好像說還有很多 包括台灣也有很多這種海底溫泉 不管 反正我們去看一下這個 曾經號稱世界唯一三個 有一個好像在日本 風神還哪裡 一個好像在義大利 一個就是在綠島 那隨著太陽要下山 我們有很重要的任務就是 我們要去拍銀河 因為綠島沒有什麼光害 所以我在來綠島之前呢 請教了一個攝影達人 一個車廠的好朋友 他正好前兩天來過綠島 他說拍銀河要怎麼拍 所以我們晚上要在燈塔那邊拍銀河 我們剛剛體驗了DIY自己燙蝦子 自己燙蛋 那真的是無心插流 我發現來到綠島到現在 大概是因為我肚子餓了 最美的美食呢 就是那一隻蝦子和一顆蛋 非常的好吃 如果大家有機會來綠島的話呢 可以來體驗一下 自己DIY去燙 大概四分鐘燙一隻蝦子 十分鐘蛋就會熟了 好那 在這個張獨溫泉呢 中華汽車幫我們準備的美食 這些所有桌上的美食也是全部 都是透過海洋地熱溫泉 那個95度的溫泉高溫去燙熟的 每一道美食都是用這種方式去燙熟的 好那今天呢 所有的活動 我們也玩到一圈了 晚上我們還有工作 不過因為 沒有任何的光害 所以我們沒辦法拍影片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為大家提供就是銀河的照片 希望我們今天晚上可以拍成功 好燙 十分鐘的蛋好了 可是好燙 很遺憾的就是昨天 我們也是來燈塔這邊拍銀河拍星星 不過昨天晚上的雲真的太多了 所以我們失敗了 但是我跟我的師父啊 要了幾張他一個禮拜前 來這邊拍的銀河 非常的漂亮 分享給大家 那在最後呢 我們也要離開這個美麗的島嶼了 像在海的另一邊 遠遠可以看到有些山脈 那就是台灣 我們要回台灣去了 那在最後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如果 暑假期間 同學們或是 全家人要來綠島旅遊的時候 如果你要租 E-MUMI 100 E-MUMI Super的摩托車的話 有幾個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個就價錢 如果你單獨來租一天是500塊 但是如果你是搭華信航空 或者是跟當地的旅遊業者來結合的話 一天是300塊 換電池有三個點 一個就是我們第一天到的時候吃飯的地方 就烈烈火燒島 第二個地方是7-11 第三個地方就是昨天傍晚我們到了朝日溫泉 那在朝日溫泉大概晚上半夜一點都還可以去更換電池 烈烈火燒島比較早 大概10點11點就結束了 那這兩個點更換電池是不用費用的 只有一個24小時都可以更換的7-11 它是要收費的 更換一次電池是20塊 那除此之外呢 這次中華汽車也做了一個APP 你只要有智慧型手機 不管是iPhone或Android系統 在車頭前面這邊有個QR Code 你只要把它掃下去之後呢 下載它的軟體 當然今天開始要騎摩托車之前 用那個軟體去掃這個QR Code 它就會顯示你現在的出發點 以及你到達一個目的地之後呢 再掃一次QR Code 或是你直接在手機上面按結束 它就會去計算你這段路程 並沒有用到二氧化碳的排放 所以你掃了這些排放 那你累積起來之後呢 累積的越多你可以上傳到他們的網站 就可以參加由官方所舉辦的抽獎 那這個抽獎的獎品還不錯 第一名有電動摩托車 所以大家如果來綠島 又租到Umovie的話 不管你是租電動摩托車也好 甚至到下榻的飯店 飯店門口也有QR Code 甚至你到餐廳去用餐也有QR Code 那如果說你對綠島當地的環境不是很熟悉 這個軟體 這個APP 它一樣會幫你介紹當地的行程 以及著名景點的語音播報 譬如說你到了燈塔 你只要按它這燈塔的景點 它就會幫你介紹一下這個燈塔的歷史 所以這套軟體是非常好用的 那我們要回台灣了 夠好玩 這是我們重新復拍的第一集 希望大家會喜歡 未來我們會在國內各地 為大家介紹各種適合玩樂 好玩的地方好玩的景點 我們下次再見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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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